我觉得这又是一双全能的球鞋 今天跟你们来聊聊这双闪击时代 直接打开它的鞋盒 这个配色确实还挺骚喜的 但是我这个拿到实物之后 好像没有在网图上看到那么好看 整体的鞋面就采用这种织物的鞋面 然后在后跟部它会有很多这种热容材料 内侧也标明了这个闪击这个系列 诞生于2014年 然后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前掌这两个绑带 它可以很好地锁定你的前掌 后跟部这里会有一个类似于这种猫蛇布的设计 然后这里会有这种类似于熔布的材料 中底就是全掌的洞材料 这里我们透过它的水晶底可以看到它的ProbanLog 就是这个GPU支撑片在前掌的一个形态 然后同时它也延伸到了后跟的这个位置 然后后跟粉色的这一块材料 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 就是JB一代上的那个HC-Lock 蜂窝止滑科技 那么说到止滑呢 我们再看到前掌的这一片水晶底 它就采用了这个GCU的外体 就哪怕在湿滑的路面 它也能保证它的这个止滑性 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双闪击10代的上脚 整体闪击10它的鞋楦要比闪击9来的更宽一些 前掌不会有那么强的锁定感 然后这种织物的鞋面也相较于闪击9来说 不会那么的卡脚 然后整体中底 前掌的场地感是没有闪击9来的那么贴地的 但是换言之它整体的脚感 要比闪击9来的更加的明显一些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那种追求极致场地感的后卫的话 还是比较推荐闪击9或者是闪击9的Ultra版本 闪击10整体这个粉色穿搭起来还挺好看 场地感肯定是没有闪击9来的那么出色的 然后这双闪它前掌用的GCU外体 就不论是在湿滑的场地还是在有灰的场地 它的抓地地都是非常出色的 至于后跟的HC-Lock 它本身因为这个材料会比较软 比如说它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环战性能 但是也正是因为它这个材料比较软 所以说它的磨损会比这种一般的香脚材料来的更快 然后其实适配人群方面 我觉得这又是一双全能的球鞋 它不像闪击9只适合一些轻体重 然后需要长地感的后卫 闪击10它基本上1号位到5号位都能穿 只不过它相较于一些预帅包括韦德10 它的缓震性能可能没有那么出色 目前来说因为这几个配色刚刚发射 我建议大家可以再等一等 一个等更好看的配色 二能可以等等更低的架构 好吧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关于最传奇的问题 或者其他确计的问题 都可以在下方评论 也可以直接信用 好 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